針對e-tech的亂象 總統馬英九昨天說出了重話 要求交通部加強督導遠通 高工具今天就要求遠通來改善 並且表示如果遠通的技術或是系統跟服務 不合乎契約的規定 就會依照契約的機制給予處罰 甚至不排除終止契約 e-tech上路以來重複扣款等問題連環報 甚至引發退租潮 總統馬英九說出重話後 高工具終於硬起來 強調會要求遠通改善 否則將依合約處罰 甚至不排除終止契約 高工具要求遠通公司要在半年內 完成全部收費員轉制 並增加遠通客服中心人數 而針對治安議題高工具組成 機查小組並對民眾掛保證 沒有個資外洩和篡改的問題 但是元旦當天遠通APP 檔基事件到底是遭到駭客入侵 還是軟體本身設計有問題 就連高工具就連高工具也搞不清 老實說我真的沒有幫我聽你這個答案 因為我沒有第一個我沒有去瞭解他 有專業的受理報案的當第三方 他是專業的 他來做判定 行政院資安匯報則證實 遠通APP並非海客入侵 而是系統設計有問題 但沒辦法深究遠通提供不正確資訊的動機 高工具表示會嚴正督導加強積核 希望建立民眾對國道繼承收費的信心 單一TAG問題一波接一波 想要挽回民眾信任恐怕沒那麼容易 UDNTV蔡佩芳 陳廷瑜 周四於台北報導